四大误判令中共深陷困境 北京修改贸易战说法 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 日前川普特朗普提出在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北京在宣传上采取了一系列降温措施 除了把贸易战改为贸易摩擦之外 还软化了中国制造 2025的言论分析认为贸易战令中共深陷困境 是其四大误判造成的广告中美贸易战 已持续超过三个月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10日发了一个 关于301条款行动的声明 指美国未应对不公平贸易 6日已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 由于中方寄出了同等价值的关税报复措施声明表示 中方并未改变其做法 川普已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DR启动程序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在上述关税的基础 上川普7月20日在接受采访时 对中方的施压 在加码川普表示 他已准备好对来自中国的5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无论是2000亿还是5000亿美元中方都没有反击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Cardillo 说是习近平阻止了中美之间旧贸易问题 达成协议总部 涉与北京的多维网表示 事实上北京近来在贸易战上采取了一系列降温的动作 除了在宣传层面 降低对美国贸易战的调门宣传媒体 至学术机关单位 都回避使用中美贸易战的说法 而敢为中美贸易摩擦 同时官媒的报道和评论也相对克制 同时正在软化其极具争议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 2025的言论 北京还只是媒体避免攻击川普本人 报道说贸易战走到今天 中方在应对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修正 根本原因是中方对打贸易战的外部环境 尤其是对手美国出现四大误判造成的 第一大误判是中国一开始对贸易战过于乐观 中共副总理刘鹤访美同美国达成四项共识之后 官方媒体大肆宣传成果还对刘鹤进行了专访 这本身就是没认识到中美之间的问题严重性过于乐观 中美贸易战开打后 中方一开始制定的反击措施 步步针对川普的票仓 党媒甚至嘲讽美国是个农业国 尤其是中美进行了几轮谈判之后 中方对于贸易战是否会进一步扩散抱有一定的期待 正是认为川普会在票仓的问题上妥协 使中方最终失与愿为第二大误判 中共通讯科技巨头中心、华为等事件 放大了中国的损失 激起中方的民族损失情绪 其发酵的程度 令北京没想到北京在科技领域被美国打击三寸 让民众情绪失落 但是中共在挽救民众自信时 又走上了盲目自大的极端误导 各方贸易战会轻松起胜 第三大误判北京误判美 国各界尤其是美国商界对川普的影响 刘鹤在访美时密集会晤了一大批美国商界人士 北京也不止一次在外交场合 呼吁美国各界喧说美国政府 但川普有自己的主见 并不看重商人对外交的意见 第四大误判 北京一开始认为 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比特尼沃柔 等经济观点不会成为主流起料 白宫鹰派竟然长期掌握话语权 川普对中国商品关税加码 令中方震惊 这背后是北京没有想到白宫鹰派 会成为主导川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主流 川普入主白宫后 不仅仅是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 也改变了当今国际社会交往的惯例 用传统眼光和手法 看待川普都是不合适的 川普步步为营运筹为我 不给中共喘息的机会 而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 对中共表示同情和支持 欧盟也表示绝不会跟中共站在一起 抵抗川普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 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 美中贸易战背后的大局 是川普想改变全球化格局 华尔街日报认为 川普与中国打贸易战 持强硬立场的底气 是美国经济强劲很多经济学家预期 美国经济第二季度折合成年率 至少增长4% 是过去9年增速的 两倍与此同时 失业率接近 2000年网络繁荣时的低点 且薪酬和收入 正缓步上升和清莲 表示川普也留了活口 如果中国能像一个发达国家那样 行事那就停止打贸易战 像发达国家那样行事 意思就是不要盗窃知识产权 不要老做一些违规的事情 国际义务方面多尽责 但是短期内北京当局要拿出这么多的表现 很困难 这就看双方怎么沟通了